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1 5月23號下午快3點半 這個是玩家寄給我的 有關於這個生命之數的問題 在回答之前我們先小小閒聊一下 因為這個 小朋友也關在家裡關了快一個禮拜 每天就是想說要做什麼東西吃 最近就是覺得稍微有 有一點點樂趣的就是去找一些 哪些有提供外帶 然後有打折服務的餐廳 有些餐廳有打折到這個6折 還有5折的那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最近還有看到那個 國動的影片 什麼那個海底撈還有外送 可是他們有那個撈麵的服務 所以這個就算了 因為小朋友喜歡看那個撈麵的服務 可是要2000多 好像說把鍋子都送到家裡來 好那閒聊結束後 那總而言之就是沒辦法 那就只能繼續歸在家裡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這個玩家的問題 他是說他是無課的玩家 陷入生命之處不知道怎麼點的煩惱 是應該把坦克47等升到 升到 就是說37升到47 為了三點擊數 還是把 戰士跟法師 先到37等 然後他就說他目前推到35張後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這個 35張 我是在35張前半段 這是我的這個無課的帳號 我也是無課 那先鋒服的話 我的點法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遊俠會比較多就是也是正常嘛 因為這個前面都是遊俠當主力 然後在打團隊演徵的時候 你要把 像是法師啊 或是 你沒有在用的 可能是 可能是坦克 如果說你的坦克不是很強的話 你可以把法師跟坦克洗掉 全部都灌給遊俠 那這樣子為了打團隊演徵 那如果是推圖的話 我是覺得 這三個技能開起來 應該就差不多 那至於說多了一點擊數 我自己覺得是影響不大啦 但是如果是說 以這位玩家的問題啊 他是說 要把坦克先升到47級 還是要把戰士跟法師升到37呢 我還是會建議 先把戰士跟法師升到37 那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 到了37級 每個職業數的37級都會增加兩個屬性 不論是 輔助法師 戰士 坦克 遊俠都是一樣 那法師的話 32級 怎麼說呢 法師32級並不會增加屬性 到了37級會增加暴擊跟閃避 然後戰士是37級增加命中跟吸血 那吸血這個參數是到37級戰士才第一次出現 那其實多那兩點吸血其實也沒有影響很大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是以這個 技能來說呢 其實每個技能我都覺得還蠻有用的 譬如說這一個坦克的這三個技能 第一個是補血 如果說你升到47的話 你這兩個還可以再升一級喔 一個是 產生衝擊波 造成那個 對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回光反哨 那這兩個呢 都是對坦克來說就是補血的 那坦克呢 我們一般來說就是 如果說以 我們先看這位大大他的圖片好了 其實到了35章 比較常用的坦克大概有幾個吧 一個是獅子 一個是斯克雷格 然後烏龜 還有 末日禁衛 但是末日禁衛 我的仙武小號沒有 因為資源不夠沒有練喔 然後古王嘛 古王反傷還有戴蒙 但是這幾隻角色其實我覺得 他 他們本身就其實蠻坦的 如果是裝銀石妖風的話 那至於說末日禁衛的話 我覺得多娜一點屬性 怎麼講呢 就是 就是怎麼講 我是覺得啦 就是 他們的屬性 並不會因為說這個生命之數加那麼多 而有多少影響 當然極速是一定是有用的 但是我覺得坦克跟法師這樣的職業 會更需要那多一點點的屬性喔 沒關係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些技能 以戰士來說 你到了37級啊 你會多這個 橫衝直撞 橫衝直撞 他是這個受到傷害會增加3% 那如果是說像伊索德的話呢 常常會有這個傷害不足的問題 就是 309的伊索德打到後面 常常就是他一個人撐到後面後他自己就戰神 所以我覺得啊 我覺得這個橫衝直撞這個技能對伊索德來說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坦克來說如果是戴蒙1打5的狀況 我覺得戴蒙的這個殺傷力就已經夠強了 那其他角色呢 譬如說獅子 他是上場索學就結束了 斯克雷格嘛就是屬於 屬於輔助的角色我們要的是他家具的那個技能 通常他也是搭配 像是伊索德這樣的角色 那末日禁衛他是來偷別的這個攻擊力喔 那可能是在追求打牛群夢境的高傷是有關係 那戴蒙我覺得他已經夠神了 所以說戰士 怎麼講呢 戰士的角色 他如果是說 我們看看這位玩家的這個戰士角色 伊索德現在打牛群夢境還有用嗎 那總而言之戰士這個點上去之後呢 你在打活動也會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趴趴熊啊 然後打活動啊打Boss啊這些 都可以讓戰士的傷害增加一點 但是我主要是考慮到這個伊索德啦 那至於說法師的話 法師的話我覺得以目前來看這個卡池中有兩個是主角 一個是奧登一個是安芝這樣子 那37再點上去呢其實 安芝一樣是很暴力啦 但是 畢竟他們是屬於攻擊的主角 像 奧登的話是我後期我覺得 他又可以當主力又可以當控場 是個很萬用的角色 那大老鷹的話還好 因為他專身時那個就是 打百分比的 那安芝的話傷害就是 當然是越高越好 因為都是屬於這個 殺傷力的主力 如果說 以安芝為主的這個隊伍 他的攻擊力不夠 那就是會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像安芝 伊索德 奧登 甚至是奧登 像 一般來說如果說是這個 對中的主力 那就是安芝跟伊索德 這樣子各一隊這樣沒有問題 但是到了 35章後期呢 我自己覺得奧登也可以算是 另外一隊的主力攻守 所以這個 怎麼講呢 我會看作是 如果說你把這個戰士跟法師點上去的話 就僅僅為了這個奧登跟這個安芝 還有伊索德的話 我是覺得會比較值得 那如果說坦克加10點的話呢 我覺得這些坦克 怎麼講的比起來沒有剛剛那幾個 在隊中的主力這麼重要 因為坦克 在整個 整個陣容中 除了這個戴蒙神之外 其他都是輔助 可是像是戴蒙神 像是戴蒙神 或是 或是那個 或是那個 默奧神之外 我覺得他們都是去 偷別人的這個攻擊力 所以我覺得 生命之處的影響 對他們來說 沒有像戰士跟這個法師 影響那麼大 所以我會覺得啊 這個獲勝的關鍵啊 譬如說伊索德 有的時候會打到超死 就是伊索德 可能傷害力不夠 那安芝的話 可能轟下去 敵人 就差那麼一點點血沒有死掉 所以我覺得 可能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安芝 奧登 或是說法師跟戰士 有多那一點攻擊力 影響 對於說這個推圖的影響 戰局會比較大 但是整體來說呢 我也不覺得說 這個生命之處 多點那幾點 這個圖就會好 推圖的那個節奏 會差多少 總之總而言之呢 還是要刷很久啦 所以我覺得 不用太擔心 就是大概 平均點就好 如果真的不知道怎麼點的話 那就全部先點到37 再說 這個不會錯太多 OK好那影片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